好啦 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看17.2的 直线跟面所成的夹角 我们先看这一题 右图所示是一个零锥 所谓的锥就是它 这边上面有一个尖尖高高 像金字塔这样的 然后它底面是一个极形 极形的话就是长方形 然后其中 EH等于12cm 就是EH GH等于10cm M是E跟F的终点 所以这两个是平分的 这两段 然后V位于M的正上方 所以它是正正上面的 它这个是垂直下来的意思 OK 然后VM是6cm VM这一段 这一段是6cm 球VG VG是这边 这个叫做侧铃 就是它旁边 就是两面围起来的 它叫VG 跟平面EFGH 就是下面这个底面所成的角 所以我们之前是看过 第一个就是要找它们的 这个直线跟它的平面相交的点 是这个Z点 也就是它的夹角 是在这个Z这边 第二个就是这个V 因为它是直线 VG 第三个就是要找它垂直下来 这个底面最短的距离 所以它垂直下来的 是这个M OK 是在这边 所以呢 它构成的这个三角形呢 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 在做功课的时候 在做功课的时候 你很难看对不对 你是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 你就是可以画这个三角形出来 方便你找它的角 你从题目已经知道呢 你的夹角是在Z这边 然后它是跟V 然后它垂直下来的这个是M M这边 OK 来现在你有什么资料 来看一下 嗯 它有题目有给你什么东西吗 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都没有是吗 目前只有一个VM是6 OK 如果按照Dangent的话 对比0 0的话就是要找MG MG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的话要怎么找 MG 其实这边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在这边 因为它讲它是G型嘛 G型就是长方形 长方形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直角 所以它是另外一个直角三角形 是这样子的 它的直角呢是在F这边 然后这个是M 这个是G OK FG 这个是对面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是12 然后 MF 刚才我们讲它是它的中间 所以它一定平分这个10 所以这个一定是5 然后找得到MG吗 还记得吗 直角对面是什么边 是不是斜边 所以呢斜边的平方 MG的平方是等于这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5的平方加12的平方 你7平方你就加更号 OK 现在5的平方是25加12的平方是144 所以是169 169的话呢 你开方开出来是13 按根号就找到13 所以你找到这个MG是13了 现在找得到这个角吗 找到了是不是 所以你要讲VG 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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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vgm,对边是什么,对边是6,0边是13,然后你按计算机的话,6除13,你按到了是这个答案,还不是那个脚啊,你还要记得说你要找的是脚,vgm,ok,所以不要画这个线,所以比较好,三个点, vgm等于,你要按角度的话,你是还要怎样,按shift,你用tangent,所以按tangent,所以是得到24.78,24.78,这个5要近位,24.78度,ok,就是这个立题,来我们来再看多一个题目,现在它题目讲什么,右图所示是一个阵灵嘴, 阵灵嘴的话,就是下面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它尖尖的是在中间的这个嘴,不像给它有侧一面去,然后它的侧灵的长为12cm,侧灵就是它这边两面,旁边的这个VD,VC也是算侧灵,VB也算,VA也算,为12cm, 底面ABCD是一个长,边长为8cm,它既然是正灵嘴,就表示,AD也是8,AB也是8,VC也是8,一样的,然后M是VC的重点,M是在中间,所以平分8,平分8了的话呢,就表示呢,这个是4,这个也是4,ok, 求什么,A小题,求侧灵,以底面所成的角,侧灵是这条,我们用这个VD,以底面,底面就是下面这一面,所成的角,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我们如果是用这边啊,用这边的侧灵的话,我们就是,要移上来啊,OK,这个是V,题目可以用了,V什么,VD,我看不到题目, 哦,侧灵是这条VD,然后它的这一个,第一个点就是这个D,跟底面,然后它的这个线是V,然后我们要垂直下来,垂直下来的话呢,它这一边就是, 这个,呃,追的高,这个就是它的高来的,OK,现在有什么资料可以做, 现在的话呢,它的对角线,BD,跟AC,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来先找它的,对角线, 我们这个垂直下来的,我们这边可以设O,这个中间,中间这边,好,我们跟它,有一个高垂直下来, OK,垂直下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个直角在这边了,然后现在,呃, 我们先找BD,BD,怎么找,BD的话呢,它也是另外一个,三角形来的,其实, 你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是正方形吗,这个是正方形的话呢,这边是直角, 这个C这边是直角来的,好,BD,然后BC整个直道是8,然后,这个也是8,我们要找的是这一个, BD,BD是什么边,BD是斜边,所以BD的平方是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8的平方加8的平方, 所以BD是等于,8864,64,加64,OK,64加64是得到128,所以BD是根号128, 哦,现在你这个O哦,O是在BD的中间这边,所以它要除2,所以OD是根号128,然后除2分一半, OK,现在你还有什么资料,BD已经知道是12了,你知道它的这个D跟这个面的夹角是在这边, 现在你要找的是,这个夹角,你要用这个两个资料也是可以做,这边是什么边,这边是0边, 这边直角对面是斜边,0比斜,所以你可以用cos, cos角,VD,O等于,斜边是在下面,然后0边是在上面,根号128,因为它是在中间除一半,除2, 所以你找到角,VD,O等于,呃,这边是,你按计算机后,你要注意啊,这个根号你要挂护起来,不然它会读到不一样的答案, 好,然后它这个是属于除一,那个2的, 2分子跟它128,然后才来除下面的是2,你算到的是整个分数的部分, 然后你现在是用cos,你就按shiftcos,其实用哪里一个找都是一样的,就找到, 61.87度, OK,所以你就找到A小题的, A小题,题目是问什么,问侧零, 我看不到题目,侧零 以 底面 所成的角 这是A小题 再来B小题讲什么,B小题讲,VM以底面所成的角 VM,VM是这边,底面,所以是这条线 所以你的线呢,是VM,VM是斜斜下,斜过来的,VM 然后,底面就下面这个面 所以它接触的夹角是在M这边,你这个V是要垂直下来 所以V这边是垂直下来 这边是这个高 MO哦,MO是这样直过去的啊 所以你的8,直过去一半的话 所以你的MO是4 然后现在是,这个不是侧零啊,不是12了 因为它是在中间这一块 哦,所以你要找高出来 找高的话,又怎么找 你可以用港海的这一个来找高 呃,现在的话 我们如果是找斜边哦,是夹 找其中的直角边就是拿来减 就是一定拿斜边的平方来减 跟号128除以2 然后你要找高7平方是要加上跟号 你这边是 这个要平方了 斜边的平方减掉另外一个直角边的平方 这个是144-128除以4 所以你找到你的高是 144-128ABC4 这个是在跟号里面啊 你不要漏掉这个跟号12 所以你找到你的高是12 刚才我们讲它是要VM嘛 VM跟下面的底面 所以它的这个夹角是在这边 是在M这边 所以你要这个资料的话 是对比0 你找到的资料是对比0 DANGENT-VM-O 4 对边是这个高1,1,2 0边是这个4 所以你找到DANGENT-VM-O等于 这跟号最好是挂弧 不然等一下它会弄错 除以4 然后SHIFT 现在你按DANGENT 因为你现在用的是DANGENT OK 就 我们通常起小数点两位 这个5架金位啊 所以变成30 69.30度 就是说B小提是问我们 VM 以底面 所成的角 G-VM-O等于69.30度 OK OK啊 好了 同学们 这是今天的功课啊 17.2的第三题 OK 答案在这边 可以吗 图有看到哦 这是第四题 答案在这边看到啊 OK 这是第五题 可以吗 看到吗 OK OK 然后最后一题是 第十题 这个 图 答案 所看到啊 OK 谢谢 拜拜